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少年背包客 是来自平东昌龙国小四年级的同班同学 三个人要去冒险 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 可是他们三个人却有截然不同的个性 是吵了又好 好了又吵的麻吉哦 代河是两位伙伴战争与和平的中间人 他不想找麻烦 可是麻烦都会找像他 之前坚持每件事情都要公平 只要觉得受委屈 就会大声说出来 活香是大家的开心果 但是他的笑话偶尔会伤害人 现在在 加东 菠茶班 菠茶班 加东菠茶班 我们要去台南市的玉井区 那我们会芒果冰馆做菠茶 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咯 新峰里有两千八百五十元的旅费 三个人第一次拿到这么大笔的钱 要从屏东出发前往台南 这笔钱包含了三天的旅费 餐费 现在开始三人就要好好的合作 解决旅程上遇到的问题咯 我先到台南咯 要转车 要转车 坐到哪里 转车 高雄 什么时候搭车 在高雄 搭点三十九 三张换票 多少钱 你当高雄换车的时候 看谁要做旅客号或是什么号 自己搭车是个挑战 但是没有想象中困难 到了高雄 之前觉得要省钱 我想觉得时间比较重要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最棒 最后决定用表决来解决问题 抢的菊头 要举办的菊头 要去捏的菊头 去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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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的时间 时间不重要 时间不是很重要 现在的时间不重要 坐车的时间不重要 管它快慢 火车可以抵达的地方只到台南 可是浴槿在哪里 大家分头问了许多人 最后决定坐公车前往目的地 可是半路上 这些就需要伙伴的帮忙了 还好眼镜找到了 不然一路就忙忙啊 真的好险有好同学的帮忙了 好久 好久 问路的时候才知道 玉井是芒果的故乡 目的地是芒果宾馆 哇 一有芒果宾爱吃芒果的朋友 衝啊 欸欸欸 小主人施尾已经等很久了 吃饭 我们是从冰冬外 对啊 我们是从冰冬外 对啊 我们是从冰冬外 我们可以叫我毛 毛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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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爱吃芒果 他们家都很多芒果喔 刚刚连二十人车钱都要表辑 面对一碗一百五十人的芒果冰 连讨论都不用 也大方地邀请诗尾吃芒果冰 我喜欢吃木瓜牛奶 蛤 木瓜牛奶 没有问题啦 因为呢 世伟从小吃芒果吃到怕了 不过这杯木瓜牛奶 很快就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喔 戴盒 很爱讲话 日圈 很调皮 很爱那个乱碰的东西 我会讲话 讲话 世伟带大家到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北极店去看乌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 他们也变得跟乌龟一样懒洋洋的 所以呢天还没黑 世伟就把小客人送到民宿 说要赶回家帮忙了 而三个人呢决定不吃晚餐 要吃盐酥鸡 我们是很久才吃一次这个 就差不多三个礼拜都才吃一次 我们买薯条 肉粿还有一个 甜不辣 还有甜不辣 还有赖之前想要吃的 对一个远远的 还有起司的肉 对 好 看吧博翔真的很照顾他耶 因为之前是今年才来的转学生呢 这是我不顾家 因为我不乖 所以要来这边住 所以就来这边住 不会啊 我看你很乖啊 像你们就记得 要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啊 打电话的时候 要先把话筒拿起来 再投钱就可以了 不过要记得哦 跨县市记得要加区马 有吗 这个不行啊 别吵啊 怎么打都打不出去 试了四十分钟之后 无意间看到一台新型的公共电话 耐心的拿起话筒投币 加油加油加油 希望你们可以打通 我再抱起来 打口很好吃耶 不会啦 这句明明就是我跟你讲的话 哼 嘿 独自出来旅行的夜晚 大家都联络上爸妈 只有之前都找不到忙着做生意的爸爸妈妈 还好有活祥和戴河的陪伴算是很开心了 第二天一大早 试卫很早就到果鱼里头去帮忙了 小客人也觉得自己应该帮个忙 没错 喜欢吃芒果就可以帮忙拆起袋啊 于是每个人立刻加入了工作的行列 我家不是种芒果的 所以我这种工作没做过 第一次体验 觉得蛮好玩的 我也是像他们一样 就是种冰榜山就那种的 所以也没有做过日理工作 每年的暑假都要 都会来这里帮忙 夏日呢 普通的假日 会吗 普通的假日 每年一到暑假就是芒果盛产的时间 今年世卫的阿嬷一定要卖十万颗芒果 所以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工作 今天的第一页芒果终于包装完成了 诶 这时候小客人忠然改口叫世卫毛姐 原来要拜托她带大家去带芒果 公鞋这是干嘛的 是采芒果用的 那怎么采呢 是等它掉下来你要把它捞住吗 是这样 放上去 好 好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吗 对 到了果园才发现芒果全部都套着袋子 怎么分辨熟了没呀 毛姐 到底哪些可以采哪些不行 为什么那个多少 为什么那个多少 这个袋子这里有一点点红红就可以摘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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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这颗 这颗可以吗 这里可以吗 可以 这颗可以 这颗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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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来了 耶 耶 开开细细摘了好多芒果 马上就有机会可以吃到自己亲手菜的芒果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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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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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算芒果全部都是 切 青的 三个人还是觉得采芒果很有趣 可是 这双毛姐的表情 怎么看起来有一点怪怪的呀 不是好玩好吃的芒果佳琪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我不是在你出来打啊 你看 双手跟你打啊 那不是单手让我 为什么还要负面我的事 人家就自作不行吗 妈 到底这个芒果佳琪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云了 云了 加油 原住民族电视台证案活动有来咯 只要您对原住民族社会够了解 想要记录原住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就可以参加这次的证案活动 即日起到9月28号截止 证案详细资格请上原市网站 或洽询02-2631-8100-198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说栽到青的芒果不是不能卖 只是阿嬷还要多花时间把芒果催熟 又造成了阿嬷的负担 想到这个毛姐就觉得很难过 阿嬷真的很辛苦 她一个人要照顾五大的芒果院子 我看人家做什么都会做 对啊 你不用去夹夹她都会做 她也帮一般 她也不像这样说 有很多钱的三个 她都会 我又问她都也 也说 也不会印我呢 她也不会印我呢 我说你自己一个很不错 她也是跟她用油头的 炎热的夏天 难过的毛姐 这三个小客人到底该怎么办 在这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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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毛姐吃东西 好 在这里帮她们一起 好 代表给毛姐一个东西 没关系 没关系 要讲出来了 嗯 阿不是说要讲出来 怎么我都没有听到 这可神秘系的计划会是什么 好 就这样 好好好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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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就这样 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今天浴山只有五百元 今天浴山只有五百元 没关系啦 今天要喝多一点 给阿嬷添了麻烦的三个小朋友 还装作若如其事的吃的芒果 她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啊 去夹冰山芋头吃 好 夹冰山芋头吃 好 夹冰山芋头吃 才刚讲好要一起吃冰 可是三个人一到了冰店 又为了轮到谁管前而意见不合 没想到更大的伤害还在后面 很难吃 不要老 要钱也不管喔 哭屁 屁屁啊 对哦 现在哭啦 我要哭吗 那我怎么吃的啊 哎你哭我给你一百万家拍拍手 为什么还要污蔑我的痣 人家叫痣说不行吗 你污蔑有痣的人吗 他就说我有治病嘛 我也说他有治病 然后我就说我就屋起来 然后就叫他快点下去 然后他就不要 然后下来那边说 下来干嘛啊 下来干嘛啦 就在那边一直叫 治病是什么 很多治 你看 坐车的时候 买严肃机的时候 还有打电话报平安的时候 不是都很好吗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都讨厌这种别人说我的治嘛 游子又不会怎样 长得就变成就是猪哦 我觉得我快去修跟他们两个好 我都一半一半那么烦 如果跟那支先生好张伯祥会去 叫别人不要跟我话 如果跟张伯祥好 但是他又会一直被欺负 我觉得这样 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两三个小时 伯祥 志谦 这个旅程还可以继续下去吗 打完架 就打完架啦 就回去啦 和好了 三个人还到超级市场买东西 准备执行秘密任务 这个秘密任务 需要还有线彩牌 毛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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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样啊 他讲一遍我们还要再讲一遍 毛姐 毛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今天早上应该要让你多新芒果 我们今天早上应该要新芒果 让你们赔那么多钱 让你们赔那么多钱 还有这两天让你们 这两天让你陪我们一起出去 都没有帮到你阿嬷的忙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对不起 他们的彩牌很顺利哦 等一下一定也没问题的啦 他们派出志谦去邀请毛姐过来 秘密行动正式地展开 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往后 毛姐 毛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天早上摘了那么多新芒果 今天早上摘了那么多新芒果 让你们 要你们赔那么多钱 让你们赔那么多钱 让你们赔那么多钱 让你们帮到你们阿嬷的忙 我们也很抱歉 抱歉 这是一点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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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太挑战的小生意 不会很多钱 谢谢 不客气 这是我们人来做着 嗯 到完签后 大家一起继续帮阿嬷的忙 这时候阿嬷建议大家 带一些芒果该回家 我知道他们很想自己 做芒果干 可是今天时间的问题 所以没办法 所以我会再跟阿嬷说说看 看可不可以帮他们做芒果干 阿嬷说烘干才是做芒果干的最大问题 家里没有烘芒果的设备 都要送到街上拜托人家烘干 芒果生产期间大家都很忙 所以要请老板让他们插队喔 嗨 您好 要插队草啊 可是我们今天都被先预约满了 可是我们明天就要回去冰冰了耶 这样走 我们明天就要拿回去 可是我这个时间也要三天 不能马上烤 就马上让你们拿回去耶 今天星期二也要等到星期三 星期四才能拿到东西耶 那星期三可以吗 不行耶 因为这个烘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耶 今天啊 对啊没有烘干 你们回去也不能吃啊 对 不好意思喔 怎么办 自己做芒果干的梦想破碎了 不过别担心 毛姐家里有现成的芒果干 只要经过妈妈的同意 就可以让小朋友品尝到新鲜处的芒果干咯 芒果干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毛姐那个芒果干一斤多少钱 400 啊 啊 这么贵才一斤耶 因为那个这次有台风 所以打掉一些 所以那个价钱比较贵耶 这这一片就是那个芒果的一半 蛤 一看芒果只能做两片芒果干喔 好珍贵喔 那就算是毛姐要送给小客人当礼物 小客人才不好意思收咧 你们想带多少芒果干回去 一斤就好啊 有可能也不会带 半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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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一斤 一包一斤 这一包一斤 半斤 你来半包咧 半包 半斤 就买一斤 就买一斤就好了吗 买半包送半包 就变一包 姐可以吗 可以吗 那你要进包 半包送半包 半包买半包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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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 可是 这样很辛苦 再去 我可以付三百 饿死 你要帮我们 毛姐拜托 好 好了 毛姐还是大方的半买半乡送 大家决定用剩下的旅费 每个人买两百公克的芒果干 但是没有经过制签的同意 博翔和戴盒就运用的工费 各自多满100公克 这间这时候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他在讲辣公 我没有讲 那两个叫 明天早晚你们都不要吃了 你们都不要吃了 那你不要吃了 我都不要吃了 我200公克而已耶 我200公克也半斤耶 我没半斤 没半斤 将近半斤 将近半斤 这叫半斤 这叫半斤 我看一下 有半斤啦 这几公克 100公克的芒果干 让气氛顿时凝结 但是三个人这才发现 再被人家吵架好像不大好 毛姐这东西 看这东西 毛姐这东西 这个时候 毛姐好像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这个夏天真是温热啊 激烈的争吵 甜蜜的游鱼 都在这趟不一样的旅程里 有 我觉得毛姐 她是一个很近者的一个人 本来她有其他的工作 是她本来要做的工作 可是 就是 她知道要接待我们之后 就急急忙忙的敢去 去接待我们 让她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做 然后呢 要做的事情也拖到很晚才做 我这身边最感谢毛姐 因为她带领我们去很多地方 我觉得最难问的是去帮 毛姐他们家 用芒果 这个我们再也太多新 那个还没承受的芒果 谢谢毛姐 那么 我们要走 毛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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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颗 这一颗可以吗 这一颗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不然我都是四变 不然我都是 因为我哭力 屁股啊 对哦 现在哭了 我有哭吗 那你怎么试啊 你哭我给你一百万件吗 发声 我对你 是啊 對啥人說我都沒關系 我是愛著打心 Babody knows Baby, all secrets 天空的手,沒去世界走逃逃 有夢的所在,沒世界走到 Babody's eye Babod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折日本服務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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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日本 我對 dri 通過 我 我不能打电话 我不能打电话 警察我还是要打电话 警察 我应该要打电话 我应该打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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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